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 像是要解决月的问题 其实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最麻烦就是解决月的问题 你要加几月 减几月 月份的问题 还有年怎么加减 日比较简单 那月的加减 其实传统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例 比如说奥运日期 这边是20 把它改2020好了 奥运当天是 这边的话是等于 把它再放大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用投影 有时候投影 效果就是 你可能还是要看画面 那如果这个画面太小 有时候 把它再放大 这一天 带过来的话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天 好 打勾 那奥运的 后三个月 要后三个月 那你想说 其实就是把8加上11 可是问题 这个看起来简单 可是实际上 你不能自己加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用传统的方法 你必须要用四个函数解决 如果你不用 e-day函数的话 不过e-day函数 还有个问题 2003版 底下有个说明 你要额外外挂 那个外挂叫 分析工具箱 一个争议集 如果没有把这个挂进来的话 它也没有这个e-day函数 不过2007以后的版本 一律已经都挂进来 跟那个什么 if-l那个一样 那怎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你不用e-day函数的话 那你可能会需要用 四个函数 哪四个函数 第一个 date函数 因为如果说你要 去计算年月日的话 必须用date函数包在外面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年月日 它会分成三个资料 一个数字里面 它切成三个资料 那三个资料 怎么分别去做计算呢 第一个 e-day你要把年告诉他 那可是你 只向奥运当天好了 可是奥运当天 它会里面有年月日 你要告诉他说 哪一个是年 那怎么告诉他呢 记得外面 还要再包一个e-day函数 那曼时呢 也是一样 所以指这个日期 外面再包一个曼时 那day的话呢 顾名思义 这个日期 外面再包个day 好 这样再格式化 所以你看 如果用标准 传统的做法 那怎么样加三个月 请你看到曼时 后面加三就可以了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前面只是铺陈 铺陈什么呢 就是你要如何把一个日期 先分开来 那怎么分呢 透过date函数 它会分三个 但是呢 一个日期你要取得年月日 还要再配合 year,month,day 去做日期的资料切割 才能够再做计算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不可少 不然做不出来 OK按确定 它会出现 11月16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e-day函数 它会简单多了 怎么说呢 你这边 当然如果你是2003的话 你就自己 那个争议级要加一下 在日期时间里面有e-day 你start day给它 就是8月16 2020的 3个month的话 是几个月之后 3个月 按个确定 不然回来会是个数字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把它格式化成什么 一个日期 一样是11月16 OK 相对的e-day函数 会比刚刚的y-day 加y-day函数 会来的简单许多了 OK 所以基本上 当然比起来的话 你用 如果要计算月份的话 你可以用e-day函数 去做 那个年 月份的真 或减 那当然这个地方 三个月之后 如果三个月之前的话 你就把3改成-3就可以了 它就会是前三个月 OK 好 这个e-day函数了 不过 算年的话 它 这边没有e-day e-day只能算月 月儿 年的话 你可能自己又要再去 可能只能用day的函数 配合一额 才能去计算 那个年的部分 OK 所以 月的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这个是有关e-day函数的说明 再来 weekday 算那个什么呢 星期起 那星期起的结果 当然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找到底下 有一个叫weekday OK 然后呢 给它日期 return type 我建议是空白 为什么要空白呢 因为return type 如果你输入1 预设的 就是怎么样 一个礼拜第一天是 哪一天呢 星期天是美国人的观念吧 我们一般大概 一个礼拜第一天 应该是礼拜一吧 对不对 可是问题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环境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weekday 这个函数 我建议你return type 不要改 因为你改成 你我们可以改成2 但是它顺序乱掉之后 你在用格式化 因为格式化 还是美国那边的观念 所以你一改格式 给的结果可能会错误 return type 如果你把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改成 星期一的话 那是输入2 可是问题 那return回来是4 可是预设里面 应该是5 那格式化的结果就错了 所以简单讲起来 建议return type不要改 那你只要记得 这个函数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呢 一个礼拜第一天 就是礼拜一天就对了 这样会比较简单 return type不要改 OK 按确定 它会return5 那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知道星期几 很简单吗 按右键 出售的格式怎么样 其实最简单就制定 如果你记得的话 把通用改成AA不就好了 按确定 这样不是比较快 AA刚刚才讲过了 所以基本上呢 很快的就可以得到星期几 weekday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主要是要配合后面一个综合练习题 如果礼拜六 礼拜天 年龄做好之后 我希望礼拜六 一个颜色 礼拜天 一个颜色 那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利用什么 利用weekday来判断 判断什么呢 你抓到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日期 是不是礼拜六 如果是 那就帮我格式化 如果不是就不要格式化 就这么简单 当然你也可以写程式 用VBA也可以用设定格式化 都可以 那怎么做 我想待会我们就会跳到那个综合练习题吧 那其他可能YMD这个函数 自己再稍微练习一下 其实YMD就是year month day 比较重要的像慢时 慢时部分的话用到几率很大 day也用 反正这三个 那这个大概都很简单 只是你给他一个日期 他帮你把年月日切出来 为什么要切出来 因为你如果没有切出来 你没办法做后续的计算 OK就跟刚刚day一样 那泰函数呢 特别是 可能日期会算了 可是时间怎么算 其实时间的概念跟日期差不多 它也是会有个泰函数 泰函数里面也会有十分秒的概念 那那个时间 它就是小数点 有小数点 你想也就是一整天是24小时 所以一个小时呢 在泰里面 其实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一定不会整出 它会小数点 所以一个小时是二十四分之一天 有没有 一天是一 对不对 数字里面整出 那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看待这个 当然你可以在旁边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零 那每三个小时刚好可以整出 0.125 所以你0.125 如果把它向下填满 到1就一整天 那0到0.125 其实你可以做一个 旁边有个练习 在旁边 I欄跟追欄 可以把这边 设定格式化的时候呢 把它改为时间 时间里面的话 你有十分秒 而且有 AMPM 按确定 你会发现 0 其实就是 12点 对不对 跟刚刚today看到那个 有没有 那 0.125 刚好就每三个小时 因为我要整除 因为刚好 每三个小时 刚好可以整除 回来的结果就0.125 那所以你会发现 0.125 刚好就是 三点 有没有 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 六点 九点 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 对不对 刚好就0.5 一半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刚好 一个数字 后面还有小数点 一个日期 后面还有小数点 那小数点 其实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NO 把它做成 NO 把它变成 有小数点的话 它其实后面 有小数点 有没有 那个小数点 其实就是时间 整数部分是日期 存在esail里面 的日期时间 就是整数加小数点 OK 所以应该概念有了 可是问题 我还是要去做计算 计算的方法 跟date还蛮像的 因为 这个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又把它放在这边 大概说明一下 也是一样 刚刚用date的函数 可以做月份的计算 可是如果你要做那个 比如说52秒之后 那其实一样 52秒 其实就是 关键就在这个second 所以外面用tine函数先包 在hour mini second 在second地方加上52 这样的话 就会是52秒 12分的话呢 就是在mini上后面加 10个小时呢 就是hour后面加 两个小时 两个时间加的话 就是再把 第一个时间的hour抓出来 跟第二个时间的小时抓出来 相加 有没有 所以hour hour mini 加mini second加mini second 这样才可以相加 因为可以看得懂的叙述了 那跟date差不多 那目前呢 内建函数没有更好的方案 所以如果除非啦 你要简化的话 你可以用置定函数 自己再看看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那种函数 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 逻辑上 你要加10分秒 跟两个时间相加 各位可以参考 那个我放在云端或讲义里面 这个说明 那最后当然等一下 我们来看就是 综合练习 我要怎么样 产生一整年的年历 方法当然你可以用 这个函数 他也可以VBA啦 如果VBA更快按下去 全部帮你跑完 不过我们先不要看VBA 因为VBA复杂度太高了 如果我今天呢 要在这边产生一整年的话 第一个 请你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产生完第一天之后呢 再产生每个月的其他的天数 这个天数的话最好是 先产生第一天 然后向下向右一整年 一七何成 怎么做 一现在2月1号 那我怎么用E day函数 最简单 Stard day就是选它 相差几个月呢 相差一个月 按确定 2月1号 向右 不过这个宽度不足 所以把它宽度在常用里面的格式 自动调整南宽 你会发现 2月1号做完之后向右填满 3月1号 4月1号 5月 为什么 因为你向右填满的话 那个A蓝 A2会变B2 B2会变C 因为向右的话是蓝号会增加 那 每间隔一个月 他就会抓前面一个月 把它再加一个 按照就是2月1号 3月1号 4月1号 一直在推 所以我们第一步 先把每个月的第一天先做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再决定什么呢 底下的天 那底下天的话就是呢 等于上面一个日期加什么呢 加1就可以了 为什么1月1号加1 不就2月1 就是1月2号 所以打勾 1月2号向下填满 1月全部就做出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又跟上面加1 上面加1嘛 那向右填满的话 不过向右填满 不过我们把它整个向右填满 你会发现 他这边会有个问题 其实如果一个月31天的部分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呢 如果他是像这个地方28天 像107年是28天 那怎么办 会多3天 然后呢 4月的话 会变5月1号在下面 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逻辑 如果假设啦 我们希望呢 多的那些日期删掉的话 那你要怎么删最快呢 当然不是叫你这边按delete 键 因为你要怎么一个一个慢慢delete 我希望的当然就是说 向下 向右 一气呵成 那可是你要一气呵成的话 可能要做一些逻辑判断 什么判断呢 如果你上面的日期跟下面日期 不是同个月份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删掉 删掉的话 在以色列里面就空置创 所以第一个 如何利用一符 逻辑 然后用慢死 抓两个 那个 出生格里面的月 比一下 如果不相等的话 不相等等于嘛 不相等是小于大于 就不相等 那就空的 OK 那这个地方就会 帮你把它删掉了 可是你把它删掉之后呢 后面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这个没有资料 那下面如果要抓上面的 那个月份来判断的话 那会没有资料 所以会产生那个value的错误 那如果value说 你还是要再去掉的话 if l就好了 把它过 我前面讲过了 如果你有紧致号开头那些错误 就if l就可以把它过滤了 所以这个地方 会需要两阶段来完成 做完那向向 向右 一气呵成 OK 这里我想各位想想看 把这个地方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第一个先用e day函数 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第二个的话呢 用a2加1 产生之后的每一天 不过呢 会遇到就是说 不同月份的资料 会产生在下面 你要把它删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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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